光刻机是干什么用的? 光刻机又名眼膜对准曝光机、曝光系统、光刻系统等 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 它采用类似照片充印的技术 把眼膜板上的精细图形通过光线的曝光印制到硅片上 光刻机的种类可分为接触式曝光、接近式曝光、投影式曝光 光刻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一系列的光源能量、形状控制手段 将光束透射过画着线路图的眼膜 经物境补偿各种光学误差 将线路图成比例缩小后映射到硅片上 然后使用化学方法显影 得到刻在硅片上的电路图 一般的光刻工艺要经历硅片表面清洗烘干 图底、悬图光刻胶、软轰、对准曝光、厚轰、显影、硬轰、激光刻石等工序 光刻机的制造和维护需要高度的光学和电子工业基础 因此世界上只有少数厂家掌握